然番剧场!然番啦! 听了银灵的诚恳保证,凌染的神色复杂,这番话她信,本质上她的提问是倒打一耙的,她才是有明确目的故意接近银灵的那一个。 这时候的复杂情绪不仅仅是伪装,更是内心想法的真实体现。 面对沉默不语的凌染,银灵选择了继续劝说。 期间凌染的表情十分犹豫,似乎内心无比的挣扎,是否该做出选择。 这时候银灵的内心也是无比的紧张,她渴望凌染做出对的选择,成为银乐族的意愿。 凌染的天赋毋庸置疑,如果能够加入银乐族,必然会对银乐族的发展起到不小的助力。 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这份感情能维持下去。 她不想面对最坏的局面,亲手将凌染杀死。 交谈中,她试图勾携凌染埋在心底的负面情绪,唤起她反人类的想法。 除此之外,银灵开始描绘银乐族的修炼学底蕴。 那是一代代银乐族人积攒的知识,是人类修炼学无法企及的高度。 她觉得这些知识对凌染充满了诱惑。 在银灵的劝说下,凌染显得异常挣扎。 几次想要答应,但最终还是咬牙没能狠下心来。 时间点滴流逝。 两小时之后,凌晨的钟声在星辰的上空回响。 在银灵期待的表情中,银染终于没有熬过挣扎。 忽然叹气,并点头道。 好,我答应你。 苦苦欠说,终于迎来了理想的结果。 银灵的脸上顿时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她抬起纤细的手腕,轻浮过凌染的额头。 顿时,凌染的额头多了一道银白色的印记。 短暂显现之后,又快速引没了。 阿燃,我代表银乐族欢迎你的加入。 此后,你就是我的家人了。 上门女婿? 凌染表情哭闹地吐槽道。 既然你愿意加入银乐族,或许我们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银灵大大咧咧地点头道。 跨物种交流能行吗? 本质上我们都是人形态生命。 应该没问题的吧。 望着表情略显尴尬的银灵,凌染咧嘴笑道。 算了,不讨论这个问题。 我现在需要调节一下情绪。 短时间内,我可能没法带入到新的身份中去。 理解,这确实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银灵当即点头。 嗯,就这样。 今天的棋局结束,明天再联系。 银灵在这个时候站起身,走入细雨茫茫之中,头也不回地挥了挥手。 望着离去的银灵,银灵的脸上再次浮现笑意。 这时候,银灵身边的空气发生波动,手持雨滴的银发少年身影显现。 至今她表情郁闷地道。 姐姐,我记得你和我说过,绝不能与人类有过多接触。 与人类建立的感情只会成为我们未来计划的绊脚石。 所以,你又是这么回事。 转头瞪了一眼银发少年,银灵语气凝重道。 我们能一样吗? 我这是为我族招募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天才,这将有助于我族的未来发展。 我觉得小黄也能很有天赋。 看到姐姐越发冰冷的眼神,银发少年话才说到一半,忽然不敢再说下去了。 父母对她始终溺爱,她唯独害怕这个想来强势的姐姐。 就在银发少年准备离去之际,银灵忽然开口道。 你去监视凌人,这期间如果凌人有任何轻举妄动,例如想要举报我的身份信息,你知道该怎么做。 姐,我明白。 银发少年当即点头,身形伴随着波纹消失在了原地。 银灵也在这个时候站起身了,视线透过萌萌细语遥望凌人离去的方向,她忍不住喃喃自语。 二人,别让我失望。 暴雨如珠,激烈拍打着窗户,外面雷声滚滚,始终无法入睡的铃染在这时坐起身来,依靠在床头。 望着十二倍闪电照亮的房间陷入了沉思。 正是答应银灵的邀请之后,她就没有再与风奇以及琥珀研究院取得联系了。 这么做自然是为了防止意外出现。 银灵不傻,肯定不会仅凭她的口头答应,就完全地幸运她。 即使她内心相信,为了族群未来考虑也会有所准备的。 银月族的降临打击对于银灵而言,必什么都重要,必然会在暗中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所以她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这些天的不作为会逐渐加深银灵对她的信任。 反之,卯然行动无疑是在作死,更会让剧本题话提前结束。 与此同时,这些天银灵提出了一个猜测。 琥珀研究院可能已经发现了些许蛛丝马迹, 对能源研究院的调查行动很有可能是一次试探行动。 对此,灵然感到十分的意外。 银灵的猜测差不多已经接近了真相。 这次调查行动的本质是封齐剧本计划的第三步。 目标直指银灵与其他掌控各能源研究院的银月族人。 但即使银灵猜到了真相,接下来计划也不会停止。 无论是从实力还是情报,银月族的先锋军都不可能是七哥的对手。 就像这个计划的名称,剧本计划。 有上一条时间线的情报作为参考, 本质隐藏得很深的银灵已经完全没有秘密可言了。 现在更是彻底陷入剧本之中, 往后的走向也被七哥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 银灵带着残存的银月族先锋族人逃出星城, 开始亡命天涯。 想到这里, 灵然的神色复杂, 忍不住在心中叹气。 这些日子的接触, 说对银灵没有感情的是假的。 与银灵相处中, 他发现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地去伪装, 就能够与银灵找到很多共同话题, 三观高度契合。 想象中忍辱负重伪装的过程, 最终变成了一种享受。 甚至有时候他也会觉得自己正在与银灵谈恋爱, 所以他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一个。 银灵伪装的只是真实身份, 但是相互接触之中, 不曾刻意去隐藏自己的想法与情绪, 而他才是从头到尾都在伪装的那一个。 想到这里, 灵然的心中不是滋味, 种族大义地坚定不曾丢弃, 但是个人情感带来的愧疚感也在心底涌动。 他忽然能够理解当时与齐哥聊天的时候, 讲到他与迷雾之主的成长路程时, 齐哥的眼中为何会带有一抹愧疚? 这种事儿啊, 当局者迷, 旁观者情,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啊。 齐哥与迷雾之主相处十余年, 一起从领东往北的极寒世界, 来到人类世界, 再依次到领东城, 旧日城, 兴城, 多次的生死与共。 这期间非但是齐哥有了感情, 就连一向不待见外族人的迷雾之主, 都将齐哥视为了唯一的亲人。 这种感情羁绊只有当局者最清楚, 正是因为齐哥心中的大义不曾磨灭, 所以他才会对迷雾之主始终怀有愧疚。 此时凌然也有了切身体会。 银铃长得很美, 但是性格却不矫情, 甚至会为他在网上 与那些批判的声音进行怼喷, 相处的过程总是能够给他带来快乐。 思细翻涌间, 凌然忍不住再次叹气。 三日后, 凌然按照银铃的想法, 搬去了能源研究院。 银铃给出的理由很简单, 认为现在的凌然走到哪儿 都会被异样的眼光打亮, 倒不如搬来能源研究院居住呢? 而这正是凌然所想要的。 即使银铃不主动提出, 接下来她也会想方设法地 搬去能源研究院居住。 这么做除了让自己处于 银铃的眼皮底下, 增加互相间的信任之外, 更与接下来的剧本走向有关。 这一天, 铃铃来到了银铃的办公室, 此时银铃正在查看 最新的文件呢, 表情认真。 听到动静, 银铃顿时抬起头来, 需要帮忙吗? 你不帮倒忙就很好了。 银铃忍不住翻白眼。 来到沙发处坐下, 铃铃拿起了摆放在 茶几上的 琥珀研究院发表的 最新期刊, 开始翻看。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